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更是晒出视频一同开启换白之旅 视频中的肖战游走在街边 看着街边的屋子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拿出了好莱牙膏一滑 整个街区都变得亮洁清新了 这视频也是创立十足了 每次看他的宣传视频都有一种让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会像其他宣传视频一样的枯燥 当然了 这可能也是因为肖战真的太帅了吧 让人百看不腻 肖战官宣成为好莱牙膏的代言人之后 在品牌方精心录制的VCR中 充分体现了他洁白整齐的牙齿和自信阳光的笑容 吸引的粉丝和路人员纷纷地对肖战代言的这款 拥有极高国民度的牙膏产生了无法抑制的购买欲 官宣代言人一个小时之后 五款产品仅一个平台销售额400万 两个小时之后仅儿童牙膏便售出了2000万 数字还在持续地飙升和统计中 牙膏是每个家庭中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 以前我徘徊在超市企划专柜 遥遥欲无法下定决心买哪一种 以后就不用迟疑了 可以直接购买肖战代言的这款了 能够请到肖战这样拥有庞大粉丝群体 和极好路人员的明星做代言人 品牌爸爸一定是无比满意和开心的 然而品牌爸爸显然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为能做到尽善尽美 原来在直播间里好多人喊话品牌方增加周边 但是品牌方显然已经忙得恨不得手脚并用了 粉丝也只能抱怨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运营不合格 肖战从青年仪始到现在已经官宣了好几项高品质代言 许约的代言也不少 可见不管有多少人质疑肖战的带货能力 苦心故意的截图打时间差 其恩不明的真相路路人 但这些都匡骗不了真正的业内 但也一个个接踵而至 就是对肖战商业价值最高的保养和肯定 而黑粉真的是无比落寞和心灾呀 花了这么久的火盆 每次都夸的是怒火中烧 气急败坏 不仅没能够如愿以偿 修正的代言数量和品质 反而依然是稳坐各榜单之手 而自家争主代言 去日见的赤杯 即使官宣代言 如果官宣图不进行精修的话 自不仅会惊退路人 也会让粉丝心头生出无限悲凉和感慨 可见诞行好事有多么的重要 心不动 万物皆不动 所有的诋毁和质疑 只会让肖战在磨练之中成长 在风雨中挺拔 督促他用潜力 实力和努力 开拓一片崭新的领域 翻翻黑黑都在关注肖战的下一部作品 下一个代言 各种各样半真半假的饼 让人眼花缭乱 只知道肖战呈现给大家的 无论是作品还是代言 都是最用心的 也是最精心的 狼角争容 肖战从来都在做不妥协 不盲从 不甘平庸的自己 肖战官宣亲代言 粉丝们自然也是非常的开心 纷纷表示要重塑自然白河代言人 肖战一同踏上幻白境界之旅 阵风自信亮白 还有的网友夸赞 肖战笑起来真像是好天气 让人心情开朗 其实此前就有消息传出 肖战要代言牙膏 虽然当时网友都是持怀疑的态度 不过呢 还是表示肖战的牙这么好 却不代言牙膏 可惜了 也确实如此 肖战全身上下都非常的优越 不管是代言什么用品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这个牙膏可不简单 它是我们的老牌国货牙膏 此前这只牙膏叫做黑人牙膏 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 也就是近百年前 后来更是远潇国外 风靡一时 因为一些原因 黑人牙膏也是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正式改名为好莱牙膏 虽然改了名字 但是不变的是品质 而国货老牌子再加上肖战的助力 可以预想好莱牙膏今后的销量 而且很多网友之前看小编的文章已经知道了 肖战要代言好牙膏 所以一直还没有选购新的牙膏 准备等肖战官宣代言之后 一次性买个购 现在他终于来了 所以粉丝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而现在的肖战官宣的新的代言 他的商业版图也是愈发的庞大 而他的代言产品几乎都是一些值得信赖的大牌子 所以粉丝也可以放心购买 不用担心入坑 这样的肖战也是值得更多人的喜欢 这就难怪他的粉丝有这么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了 最近的肖战又开始新的拍戏阶段 他还在为新戏紧张的筹备中 希望他能够顺顺利利 早日的拍完与我们相见 为了更好地迎接六一集的到来 在此之前 娱乐圈中艺人都会集中官宣一批新的代言 在这样的一个购物节中 粉丝的购买力将会有一个集中的体现 而肖战作为娱乐圈中公认的商业价值最高 自然不会有商家放着如此高的价值 白白浪费 以肖战签约成不少商家最迫切希望做到的事情 签约肖战意味着自家商品 就此能在同行业中做到第一 意味着销料 意味着市场占有率 过而网络上对于肖战代言的留言就没断过 他冰箱里塞满了代言瓜与资源瓜 粉丝们一向都是听听就好 毕竟其中一定是有真实的消息的 有渠道的人分享 时间一到自然会官宣 而其中亦有不少消息为假 只是为了蹭肖战的热度 借此来达到引起众多网友关注的目的 而肖战的代言大饼之一 好莱牙膏 原黑人牙膏终于要官宣了 已经预热 代言物料视频都直接通过官博放出了 肖战的这第30个代言 那是摆上钉钉了 对于肖战要代言这个牙膏的消息 此前已经网传一个月有余了 不过很多粉丝都没放在心上 毕竟肖战的代言瓜那么多 有一直传言却迟迟不曾官宣的 也有毫无动静去直接空降代言人的 粉肖战就是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 既能够保持自己的内心 不去为各种传言听真家法 又要随时面对肖战那空降代言人的喜悦 对于肖战的这个新代言 粉丝们毫无例外地表达了欢迎 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瓜 而是瓜熟地落之后 即将被肖战代言后宫所容纳的一个品牌了 对于品牌而言 选择肖战绝对是他做过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了 切不用说 因为肖战的存在将会为品牌带来多少的产品利益 毕竟在短视频平台上 已经有无数肖战粉丝晒着自家空空如也的牙膏管 就等着这新代言已经官宣之后 可以展示自己的强大经济实力了 而因为肖战的存在 也会为品牌解决之改名之苦 好莱牙膏原名黑人牙膏 作为纯正的国产品牌 却因为黑人二字经常会误认为是舶来品 实际上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国货 此次黑人牙膏改名好莱牙膏 最重要的就是打响新名字 让大家认可并记住这个名字 而黑人牙膏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 能够将新名字带入千家万户 而肖战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娱乐圈中流砥柱的存在 肖战的人气绝对不是用数据砸出来的虚假流量 每次官宣新代言之后的销量数据都格外的喜人 不论是国产评价好物 还是海外的奢侈大牌 无一例外都能被抢勾一空 假如NERS 代言之后第一天比被代言之前的数据 整整多了207倍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恐怖实力啊 绝对的市场号召力 让肖战有能力将好莱牙膏宣传进绝大数的家庭中 即使好莱牙膏目前最缺的是名与利都能够实现了